来看到的是在21号的深夜 基隆八斗子是举办了中元祭 现场释放了水灯头 橘红的火光还绚烂烟火点亮了基隆的海岸 也祈愿接下来的一年可以平安也可以顺遂 画面上可以看到工作人员将点燃的水灯 推到水中央 橘红的熊熊火焰在水面上燃烧 水灯上写下信重的信誓 并在现场释放绚烂的烟火 希望可以祈求平安 一旁的工作人员不断的喊着 齐愿来年可以获得好运势 21号深夜基隆八斗子望海向 举办中元祭释放水灯头 发誓一边送金工作人员一边将水灯头 抬至岸边一式推入海中央 不过由于疫情的关系 现场实施交通及人流管制 不开放民众进入官吏 民众只能透过线上直播 观赏这壮观的奇景 当水灯头的火烧的越旺 漂的距离越远 就代表这个信誓来年的运势 会越旺 基隆市长林又昌表示 今年由于风浪比较平稳 水灯头的施放 是这几年来比较顺利的 希望明年台湾的运势 也可以这样顺利 讲到这个中元节呢 中元普渡是我们台湾民间 一年一度的重大习俗 要怎么办 用什么拜 什么又是禁忌了呢 这边帮你整理出来了 好 尽管呢 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 没有办法很盛大的举行 但是呢 还是有很多人 要继续延续这样子的一个传统 是到这个量饭店啦 或是超市 来买零食 买罐头 饮料等等的贡品 来祭祀祖先 好 我们来看到呢 如果呢 你也有打算要拜拜的话 什么东西可以拿来拜 什么是禁忌呢 这边提供你一个参考 比方说呢 有人说这个 往来就不行 因为呢 会觉得往来念起来 往来嘛 阳气恐怕会减弱了 好 还有什么是不行的呢 比如说香蕉 还有离子 这是一组一系列的 久离来 所以呢 因为这个民间习俗就说 容易招来好兄弟啦 跟这个离一起 有香蕉离子 离有招你来之意 所以是不太适合 在这个中元普渡期间 拿出这几种水果来祭拜的 而还有葡萄呢 因为有说 吸引好兄弟成群结队 所以也不太适合 另外这个巴勒呢 好像比较有这个科学根治 因为这个籽不容易消化 比较不容易干净哦 好 这些都是提供大家参考的 另外有这个爱菲尔老师呢 他就提供一些天好运的秘方 也是提供给大家参考参考 比方说呢 可以吃七颗的这个 红色的小番茄 多喝姜汤啦 红豆汤来去煤气 甚至呢也可以配戴一些 葫芦造型的吊饰或是项链 好这些呢都是给大家提供一个 这个参考一些小建议 也是民间的信仰提供给大家了 好那么讲到这个拜拜哦 很多人呢 因为现在嘛 大家比较习惯到这个量饭店 到超市来买一些现成的 零食罐头或是饮料 来祭拜祖先 最近就有一名女网友呢 她和大家不一样 她很霸气 她摆出了不同于一般的 有荤菜有罐头等等的供品 满满一桌的南霸天 这些澎湃画面感觉上呢 好像是有鸡排对不对 还有白饭啦 还有一些就现煮的 感觉是有面类汤面之类的东西 澎湃的画面曝光之后呢 笑翻了不少网友 普渡摆了一整桌 然后网友也说呢 这个地基主感觉会相当的开心了 另外要来看到的是 在凌晨的时候呢 新北市的三重发生了 巨大声响 民众以为 大半夜的有人在放鞭炮吗 但没想到呢 是旁边有一间庙宇 中原普渡使用的这个棚架 被一辆货车硬生生的撞上了 画面上可以看到 用铁皮架的遮日棚整个倒塌 底下用来吱伤的竹子也四散 一台白色的货车卡在正中央 一旁的机车被铁皮压得东倒西歪 机车龙头90度大回转 上头还挂着一排排庙方的灯笼 现场一片混乱 清城一点多 新北市三重之复复街 发生质大声响 民众以为大半夜的 还有人在放鞭炮 出来查看才发现 原来是一旁庙宇 中原普渡用的遮蓬 被一辆白色的货车直直撞上 整个倒塌 现场机车被压得一团乱 倒得到坏的话 工作人员赶紧拆除 塌下的铁皮近空道路 妙方人员表示 路纯只申请到21号下午5点 想说棚家不影响交通 打算22号一早再拆除 没想到凌晨就被撞上 货车司机则表示 平时送货都会经过 由于天色昏暗 知道前方有棚架 但高度没有注意到 才会一撞整个都撞垮 所幸并没有人员受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